好了 听到悲剧发生 死者朋友前往住家了解状况 大楼赶紧拉上窗帘 非常低调 新美市三峡区 20号晚间7点左右 日明35岁妈妈 先将两岁幼童 在住家浴缸溺壁后 自己再从顶楼坠楼亲生 邻居听到消息都不敢相信 对啊 我看他们是个很正常的家庭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坠楼的中细妇人和先生 在住家附近开补习班 根据邻居透露 他们学生很多 夫妻俩感情也很好 小孩都教得彬彬有礼 补习班学生更对这两名老师赞不绝口 怎么都没想到为人师表 总是教学生要乐观 面对人生的班主任 会带着小孩走上绝路 今天下午先生把太太接回来 然后邻居也看到小孩 都觉得家庭没有这种欲装 可能担心自己是不是 是有不能够权益的一些疾病 所以有点厌世 所以才决定把孩子带走 疑似是久病厌世 母亲带着两名心爱儿子一起离开人间 死者分别是66年次的周姓妇人 两名小孩一个七岁 另一个才三岁 一次走了三个至爱的亲人 让家属很难接受 中天新闻林东明夏军城 丁心亚SNG小组 台北报道